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的温柔其实遇到 要我管你怎样的笑 我明不明都知道 这将是最后的拥抱 你给我一个圈套 我不能叫不能蹲躁 我拿什么和你一起叫 我想留的你想忘掉 曾经幸福的痛苦的 该你的该我的 刀子一笔口笑 我拿什么和你一起叫 不同的人不受骄傲 原来牵着手走的路 只有我一个人相信天荒地老 我拿什么和你一起叫 我想留的你想忘掉 曾经幸福的痛苦的 该你的该我的 刀子一笔口笑 我拿什么和你一起叫 不同的人不受搅 原来牵着手走的路 只有我一个人相信天荒地老 原来牵着手走的路 只有我一个人相信天荒地老 原来牵着手走的路 只有我一个人相信天荒地老 你以为我愿意偷你家鸡呀 这都是给你们新娘的叫花子逼出来的 诶 我可不是叫花子啊 叫花子怎么了 叫花子也是人呢 诶 你这个叫花子嘴还挺能说的 嗯 羊羊帮的黑铁塔 不准我们在这里要饭 我们每天要他的东西 都要上交给他 为了灭掉黑铁塔的威风 我们请石头帮的花岗岩帮忙 和他比摔跤 花岗岩赢了黑铁塔 经过我们的协议 花岗岩成了我们的新帮助 你真啰嗦 说了半天还没说出来 你为什么偷我家的鸡 因为我在请花岗岩帮忙之前 答应他当了我们的帮助以后 每天上供一只鸡腿 要是完不成任务 就要把我们再转交给黑铁塔 哦 原来是这样 好吧 我看你啊 也不是个罐头 看在你救兄弟的份上 我就送你一只鸡 真的 你快回去吧 你家兄弟还等着你救命呢 嗯 明星姑娘 我还是不要你的鸡和馒头了 你 你怎么又不要了 花岗岩很厉害的 反正我也超过期限了 他肯定不要我的鸡腿了 明天他就要把我们转交给黑铁塔了 真的有这么厉害的人啊 一怕他怕他怕他都不敢回去了 他的脑袋好硬啊 撞你一下就是一个大骷髅 真的有这么神啊 蛋蛋 你看这样好不好 我先给你回去 我想看看那个花岗岩的脑袋 到底有多硬 蛋蛋 小心点啊 这什么人 什么人 这什么人 来 你一句啊 不懂 喂 喂 喂 这只鸡是我要回来的 怎么会是你们的呢 蛋蛋 这只鸡是哪里弄来的 这你就不用管了 我这儿不光有鸡 还有馒头呢 蛋蛋 我刚才做了个梦 梦见我抓了一只鸡 少胡说了 刚刚我听你说梦话 在梦里要饭 就要了一个馒头 你啊 蛋蛋 你把这只鸡让我抱抱好不好 按睡起来 按睡起来 我好久都没看到过鸡了 让我看看 这么肥的鸡啊 给我 给我 连鸡屁股闻起来都是香的 蛋蛋 这位姑娘是谁啊 她叫银杏 这只鸡和馒头呢 都是她送给我们的 谢谢姑娘 蛋蛋 花杆爷在吗 她这会儿不在 那还不好办 大家赶紧杀鸡拔毛 自个儿吃了吧 好 杀鸡了 杀鸡吃了 你是帮主 你发令吧 大家 你们好大的胆哪 找到这么一支肥鸡 也不知道伤控给我 是不是小孩揍啊 打那个头啊 你说这房不要脸的 行呀 这么大 就许你一个人要饭 不许我们要饭哪 有事好商量吗 干吗那么凶啊 打架谁怕谁啊 赶教训老爸 弟兄们 给我打 给我打 啦 好啊 好啊 那是在圣子哪找到来 这么一位费务工的小姑娘啊 你管啊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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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啊 赶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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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啊 回来啊 一下 真棒啊 你真行啊 好 打得好 打得好 回来啊 有准回来 这么大一条伤痕哪 疼不疼啊 胸口疼不疼啊 不疼 不疼了 我跟你说呀 以后晚上不要一个人出去了 身上有蛇 还有老虎 万一咬了你的屁股怎么办啊 我屁股瘦 老虎不咬 总之啊 以后找吃的还是我去好了 保证我每天给你拿到好吃的回来 真的 真的 二大 你这个人也挺好的 娘 为什么看不上你啊 是吗 用你在我身边就够了 我是老虎 我养你屁股 你不是老虎 不要养我屁股啊 你才是老虎 蛋蛋 你们就这样一直结伴到处要饭啊 对啊 对啊 可是这样要饭也不是办法啊 是啊 如果我们生在富贵人家 或是会点手艺 谁愿意出来要饭呢 是不是 是啊 可是要饭也不能要一辈子呀 那你说怎么办啊 不过 我有你一半 不 一小半的功夫 就不是要饭了 你说是不是 是啊 是啊 等一下 要不你教我们几个练武吧 嗯 有了一身功夫 还有谁敢欺负我们啊 哎呀 哎呀 蛋蛋 你以为我有多高的武功啊 我都是跟我爹练的 我爹是打耍班的 可以收你们学艺 这样 多少也是一份谋生的本领 嗯 我这一大半年纪也能学啊 嗨 只要你肯下功夫 练几招 挣口饭吃 没问题的 我能受苦 我能受苦 等一下 我想带着兄弟们跟你爹学艺 哎 希望他能收我们为徒 拜托你了 银馨儿 银馨儿 拜托你了 那好吧 蛋蛋 我回去跟我爹商量商量 让他收你们进杂耍班 好啊 明天你们一起上山来吧 太好了 真的 我爹可是个大好人 不过你们要保证好好练功 绝不偷懒 练出一身绝活来 哎呀 大家快过来 顾您一身顾您磕头 哎 蛋蛋 一磕头 蛋蛋 二磕头 别搞得这么隆重 我答应你就是了 我先走了 好 哎 就好了 哎 哎 哎 蛋蛋 还不赶快去送啊 哦 快去啊 小心点啊 住手了 你啊 六姑娘 我对不起你 还有啊 好啊 好啊 快去送救啊 好啊 你的良心 没人放开 爹 哎 人家三家 你还要快去送了 你先快去送到这儿 让她再带了 我亏了 我把你后来 你放心 我想你发誓 蛋蛋和我会过得很好 就算遇到再多的危险 我都会用生命来保护蛋蛋 绝不让他受到任何伤害 哇 舒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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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瓢啊 好久没有冲凉了吧 对啊 很久啊 洗干净以后 我们几件师傅 人在家活活呢 哪有怪刀啊 咱们兄弟俩呀 你说是怪刀啊 三刀砍死你呀 四刀砍死你呀 五刀砍死你呀 一刀砍死你呀 两刀砍死你呀 三刀砍死你呀 四刀砍死你呀 你说砍几刀啊 砍就砍几刀啊 师傅 祖少独的一半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还是干什么呢 仁幸儿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爹 我不是都跟你讲了吗 你看他们多可怜哪 要不到饭 还受人欺负呢 可我从来也没有答应过 要收他们当徒弟呀 你看看 他们哪个像学艺人的样子啊 你看看 你这手指头 这 这 这能学什么意义啊 砍柴还差不多 那我就给你砍柴 我就给你砍柴 我们家也不缺柴啊 我问你 你多大岁数了 我 不二十八 不 不 三十 我是三十五了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 这不简直胡闹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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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师父您打得对 我就认得了 您打得不对 我就不认打了 坏小子 算你聪明 好 明日五经起床 联功 师兄 今晚我们就行动吧 好 我准备一下 马上出发 他还傻子 帮我家 然后他那些人来 云军 和王 刘武 来 坐下 徐于你 陈子 来 来 úng 你 来 来 来 真的 我也要 来 请客人 来 来 我家 陈子 我家 真是帮来 我也要 来 既是帮人 来 让我家 佑道 来 阿姆应该 快救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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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 救火快 救火 快点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快 快点快 快救火 是 快给我拿上 拿上 拿上 抓住他们 抓住他们 三位英雄请跟我来 你是谁 时间紧破 等一下再跟你们解释 快走 站住 走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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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坐 站住 快点 过来 三位请 这是太原城里最安全的地方 三位可以放心了 朋友 可以表明身份了吧 李世民 世民 见过三位英雄 不敢 还未请教 三位尊姓大名 在下秦琼 这位是何立何姑娘 这位是 我的师弟柳吾明 吾明 如果真是吾明之辈 又何必乔装改办 名人面前不说假话 我叫柳婿 你就是大随小姐 天下第一美女柳婿六姑娘 昔日辱名 希望公子不要再提 柳婿 柳姑娘遭遇 世民早有耳闻 令尊蒙受不白之冤 家父也为之感叹 多谢李公子 替柳婿一门招雪 至于二位 该就是瓦钢寨的英雄了吧 李公子 消息真是灵通啊 英雄宴 汇集了各路好汉 消息自然会灵通 尤其是秦兄 英勇无敌 天下闻名 何姑娘 更是难得一见的女尊好景 世民要是对二位浑然不知的话 那英雄宴 岂不是形同虚设 想不到这英雄宴还有此等好处 见效 李公子 虽然你刚才搭救了我们 但是目前还是敌友难分 我希望李公子还是坦诚相告 以免大家心存猜疑 好 何姑娘果然快言快语 痛快一点总是方便很多 行 今夜搭救三人 绝非偶然 世民 早已跟踪你们多时了 既然如此 那当初 你为什么不向语文化级报告呢 如果我是语文化级的同路人 三位现在 恐怕已成阶下囚了 如今我们被困于此 与遭受囚禁有什么不同 六姑娘请别误会 这里是太原城唯一的兵器库 平常人很难踏进一步 是为了安全起见 才让三位委屈暂时住在这里 那你为什么跟踪我们 英雄宴上 秦兄二位一番教训 令家父有结交之意 由此推测 你们来太原的目的绝非单纯 因此派市民暗中查探 并加以保护 唐公歇似甚密 在下确实佩服 难道你们父子二人 就不怕背叛朝廷吗 令尊 从来就没有反叛之心 不是也遭到了迫害吗 我们又怎么能幸免于难 公子 大人有事商量 请速回 三位 站起在此休息 待我见了父亲之后 再来相聚 告辞了 爹 爹找我有事啊 唉 这一下宇文化吉抓住我们的把柄 不会轻易饶过我了 爹的意思是 宇文化吉会以此大作文章 刚才有消息说 宇文化吉受伤了 你想一想 他跪于丞相 我又是太原的留守 没有能尽到保护他的责任 我怎么能推卸这个罪责呢 哼 你能这么做 您可去以后 爹可知他们三人的身份 他们三个是谁啊 英雄宴上的义兵 一男一女 是秦琼跟何林 怎么 是他们 难怪这样豪气冲天 胆识过人 还有一位 身份更是特殊 是谁 柳天栋的千金 杨广下令通缉的大隋小姐 天下第一美女 柳婿柳姑娘 是她 爹现在认为 该不该将他们三人 交给宇文化吉 怎么能够这样做呢 这个柳婿 柳天栋是我的同床好友 又是顾娇 那么柳婿应该是顾娇之女 忠良之后 我怎么能够为保我的性命 把顾娇之女交出去呢 这样做岂不是 要造天下人的唾骂吗 没错 这三个人除了柳婿之外 秦琼跟何林 算是忠义之事 如果将他们交给宇文化吉 那将来恐怕很难号令群雄 共谋大业 看来 这一关我是很难过去了 爹请放心 现在跟宇文化吉 只好虚与尾仪再做打算了 爹 你没事吧 没事 王威 你赶快把刺客给我抓回来 要抓不到 你就提头来见我 丞相息怒 末将一定全力缉拿刺客 把所有城门关闭 可疑人员一对不惜金出 是 末将立刻就去 你不认为 李渊 你想把我给杀掉 没那么容易 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这件刺杀案 从头到尾都是你计划的 想把本王做掉 向皇上示威 然后挑起师端 联络天下的叛臣逆子 再威逼皇上 一步一步地 将大随天下居为己有 我 不 弟 都怪孩儿不好 让您受累了 您知孩儿的罪吧 我要把李渊父子 彻底除掉 让他看看 我们宇文家族厉害 还是他们李仪氏家族厉害 我要现在十天之内 把刺客给我抓回来 如果抓不回来 李渊 你这一次可真是难逃一死 我马上去找一家上等客栈 把客栈包下来 里里外来都布下重兵 孩儿保证再不会出任何差错 至于那几个刺客 我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算他有三头六臂 也差池难飞了 现在在这里应该是很安全的 李渊 我真的要好好地跟你斗上一斗 师兄 你觉得李世民的话是否可信 我想 他应该没有骗我们的必要吧 或许他有心结交 这话并不假 但是 一旦威胁到他父子生命的时候 他还会以我们的安危为重吗 这个 倒是很难说 五哥 防人之心不可无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应该尽快想办法离开太原 欲文化吉欲赐 城文附近管制势必甚严 向安全离城 谈何容易 难道 我们就这样等着被出卖吗 何礼 李渊父子 是否会因为求生而出卖我们 目前只是猜测而已 不能够下判断 可是 你会甘心为了陌生人而冒险吗 倘若我有心成就大事 或许会去冒这个险 更何况 我们对李师父子而言 未必是陌生人吧 师兄认为 李渊会念及先复制旧情 加以保护 不错 除此之外 李渊还会为自己 留下一条后路 什么后路 在各路返王之中 瓦刚寨 总算是小有威名 实力不容忽视 既然李师父子有心反随 或许他们会趁这个机会施以恩惠 以求他日获得报答 不错 瓦刚寨的兄弟是最终意气的 一旦受人恩惠 势必会勇全相报 如果李渊真的有这种想法 我看他也算是奇高一筹了 虽然我与李渊无缘相见 但是从李世民的眉宇之间 可以看出他绝非泛泛之辈 应该是个有勇有谋的人 不错 我对这个人也是颇有好感 我看 咱们这样吧 先暂且住下 等待和李世民再次见面的机会 到时候和他坦然相交 从他的言谈之中再做判断 以免错误行事 有点过程 在想 以免 行事 打扫 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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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宽广的胸怀 不予追究 但是下官难推 失职之罪 本官送命倒在其次 不过谋次朝廷命官 就是藐视朝廷 等于是造反 这件事情不查不行 下官一定全力击捕刺客 绝不敢有丝毫怠慢 对了 您看 我今天带来了不少贵重的药材 还有大夫 希望相国能够早日康复身体 否则下官是寝食难安 李大人就不必费心了 把你的心思都用在鸡胸上吧 我已经把城门封锁了 而且让小儿市民率兵在全城进行搜查 相国放心 市民定当全力缉拿凶手 太原城内地盘不小 为了不要分散兵力 你们负责在城内搜索 置于城门 盘查出入的事情 就交给王将军去办好了 是 是 下官遵命 李大人 皇上传旨 希望我尽快去江都 所以我献你在十天之内将刺客缉拿归案 如果拖延 我也很难向皇上回奏 这 怎么 你是觉得十天限期太短了 不 下官不敢 既然不短 马上去办 如果在限期之内还不能结案 那你可要跟我去江都面见皇上 宇文化级这个老家伙 真是太阴险毒辣 如果十天之内 我们不能交出刺客的话 那他肯定会以谋刺朝廷命官的罪名 来治我们的罪 爹 可说什么 也不能把秦琼他们给交出去啊 他们可都是盖世英雄 将来 反随大业所要以重的人 那当然了 既然我们已经把他救下了 我们怎么可能以他们的性命来换我们的性命呢 我知道爹一向做事谨慎 不希望贸然动手 可是没办法了 我们也只能一不做二不休 召告天下一鼓作气 趁势打到长安去 不不不 目前 我们的兵力不足 这样做太冒险了 爹 您可曾想过 向瓦岗寨借兵 供谋大事呢 你说的 这倒是个办法 不过 以前我们对他们的了解太少了 如果我们双方联手 攻破了长安 完成了大业 那么江山归于谁家呢 秦琼跟河林 都是瓦岗寨的人 他们出兵 救自己的将士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等到我们将秦琼 交回瓦岗寨 再将刺客来自瓦岗寨的消息 传给宇文化集 这样就可以舒缓一下太原府的压力 当然了 出救兵的事 还是得让秦琼他们自己提出来比较好 看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看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这样你去安排吧 是 好好好 真棒 好好好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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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下来下来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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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你们第一课 待会儿让你们师兄 好好教的你们最基本的功夫 多谢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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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们说 你们谁也不能偷懒 不会偷懒的 待会儿我和银杏 就来看你们练得怎么样 好好地教他们 好 谢谢 来 谢谢 走 来 我给你们练一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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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没想到 加油 加油 好 真是什么东西 有没有好人练 好 来 来 二大 二大 你听到什么声音了吗 没有啊 再仔细听听 是鸡鸟 对啊 是鸡鸟 咱们待会儿鸡鸡吧 不用练功了 对啊 是不是知道怎么办呢 逗一会儿他不会知道 走走走 走走走 走走 有吗 没有啊 我来 我来 有没有李渊夫子的消息 他们除了在全城进行搜捕外 其他什么都没做 照你这么说 三个大活人就这样消失了 我倒要看看 李渊他到底要跟我玩什么把戏 不要怪我 陷器一到 我就会拿你的狗命 向国这招高是高 可是李渊到了期限耍赖怎么办 老夫城外的三万精兵是吃素的吗 你即可出城 你即可出城 告诉他们做好打仗的准备 这么说 皇上这次是下定决心了 相公 那留守的位子空出来的话 可别忘了末将哪 乃我看你这次事情办得漂亮 不漂亮 三位英雄 我代家父 敬三位一杯 唐公的后勤圣意 秦琼三人感激不尽 不过 倘若因此而牵累唐公 我等三人 又岂能安心呢 我爹虽然在朝为官 却也懂得以意为限 这件事他曾明白地表示 如果真的避无可避 那就顺应天意 放手一搏 李兄的意思是 央广昏庸无道 致使生灵涂炭 各路返王群其讨伐 我李氏一门 岂可坐视不管 置之不理呢 再说 这些事情 这些事情 柳姑娘 应该有更深的体会才是 不错 倡父曾以死相见 希望能令昏君迷途知返 谁想到 却落得谋反了罪名 惨遭杀害 这就是所谓官逼民返 难怪属下要犯上 这就是所谓 这就是所谓 难怪属下 要犯上 有些人 要犯下 这些事情 我得知 是 可不得了 是 你 我认为 你不认为 我认为 你不认为 我认为 可以掩人耳目 终究还是瞒不过阳光 语文化级此行前来 目的应该就是要奉命铲除我爹 如此说来 我等行刺语文化级不成 反而给了语文化级对付唐公的画饼 李公子 虽然我们交往不深 但反随之心是相同的 有什么话不妨直说 大家也可共谋对策 是啊 李兄既然毫不讳言地表明了抗暴之心 说明对我们十分信任 既然如此 关键时刻又何惜再见外呢 既然二位都这么说了 我如果再有什么隐瞒 就显得我太小气了 目前碰到的最困难的是 语文化级 限期十日让我爹交出凶手 否则的话 就得随他到江都面胜 令尊一去江都 岂不是飞蛾扑火 有去无回 没错 而且我军的主力远在河东 留守太原的兵力 上不及语文化级兵力的一半 所以我爹一直未有动手的决定 李兄 构灵还需细灵人 或是我们闯出来的 应该我们自己解决 绝对不能连累你们父子 秦兄 你也未免太小看我们父子二人了 倘若我们是胆小怕事之徒 当初就不该暗住你们三人 更何况 家父与柳大人 本来就是故交 怎么可能做事 故人之女 白白送命呢 若唐公和公子 真有就此反随之心 我倒有个办法 请姑娘明说 从瓦冈寨到太原 快马行程只不过三日 只要李公子能够想办法 让我混出城去 我立刻回瓦冈寨 调动人马 到太原相助公子 如果 我们真能搬来瓦冈寨的救兵 或许我们可以扭转局面 以战捉杀老贼 多谢姑娘全力相助 我看盟混出城恐怕太过凶险 还是我去吧 五哥 你就不要再争了 如果我真的出了什么事 你留在这儿还可以另外再想办法 何林 好了 什么都不要再说了 李公子 请尽快想办法吧 我立刻就去 看不見 来来 走 走 上次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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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出什么呀 大 characters 这儿肯定啊 没您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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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了 快点 好了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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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 Jun 咬 咬 咬 加油 咬 咬 咬 我咬你 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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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轮到你 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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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咬 咬 咬 鸭子 鸭子 来 来 来 好 鸭子 师父来了 师父来了 快快快快 快上了 你开眼无堪 为了和你好聚好散 不敢说出多悲伤 你的心已淡 我的情未断 怎能相信我们 还来日方长 请你喝完桂花娘 从此不再为你想 怕你又是我的方向 永远都为你心乱 心乱 请你喝完桂花娘 如果你真的可以忘 不再说该谁欠谁还 相不相爱都无关 无关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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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